好,刚刚我们看到的是视角的观念 那有了视角的观念之后 我们再来看平移缩放旋转 这几件事情就会变得比较容易 那我们在Blender里面 新增一些像猴子头这样的东西 它可以展示出各个视角的观念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来测试 那个平移缩放和旋转 那因为旋转会牵涉到视角 好,那我们选取物件的时候 是在Blender的上面 从那个物体上面按滑鼠右键 就会选取 那跟一般的概念不一样 很多软体是按滑鼠左键 但是在Blender里面 你要按滑鼠右键才会选取物件 那被选取的物件 它上面会有橘色的框线 代表它被选取 那我们如果要移动这个物件的话呢 它预设这个会有一个键号 你就移动这个键号就可以了 要往上移就移动蓝色 要往后移就移动 前后移就移动绿色 那左右移就红色 那再来你拖到那个地方 再按下滑鼠的左键 就可以放下去 如果你没有按滑鼠左键 它会跳回去 那你如果按下滑鼠的滚轮 滚轮可以按的 有些人觉得滚轮只可以滚 滚轮也可以按 滚轮可以按 滚轮按下去再转动的话呢 视图会移动 这个我们刚刚有看过 那被选取的物件上面 它会有红绿蓝三轴线 你就沿着移动就可以了 那物件如果你要沿着轴线缩放 你可以选下面这一个 有一个中端是一个方块的 这个东西 然后它会变成不是键号是方块 那这时候你点着这个方块 往上或往下 它会压平或缩 或放大 那你可以看到像猴子头 如果放大会变成一个 头很厚的猴子 那如果把它压扁 变成一个头很扁的猴子 那同样的别的东西也可以压 那你也可以做旋转的动作 像这样子 你要先选择这个 有弧度的这一个 这一个按钮 然后它会有一个旋转的 走出来 你再根据你要哪一个轴旋转 就可以这样转 好 那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旋转的方式 让猴子头正对你 好 所以接下来又练习时间 我们要练习选取物件 然后移动 然后练习沿轴线的移动 然后第二个是做缩放的动作 然后第三个是做旋转的动作 也就是说你要会平移缩放旋转 这三个基本操作都要会 那我们操作一遍给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切到的这个是四个物体的画面 那如果你不想要四个物体的画面 再toggle一次它就回来 再toggle一次 quad view它又变四个物体的画面 那这样也不错啦 那另外这里有一个object tool 目前我用不到的话 我可以按t把它取消 这样画面会大一点 这边如果再缩小一点 这样子画面就四个框框 都会觉得看得比较清楚 好 那现在呢 如果我要做平移缩放旋转 我可以用这个相机视角来试试看 那这时候呢 我已经选到它了 如果我在这边点一下 你会发现我现在是在 我现在是在旋转的模式 这个是移动的模式 这个是缩放的模式 我们先用移动的模式 我可以这样把它拉上来 OK 当然我拉任何一个视角都可以 还有你按CtrlX 可以让它恢复到上一栋 CtrlX CtrlX可以让它恢复到上一栋 CtrlZ啦 讲错了 CtrlZ可以恢复到上一栋 OK 好 那这个我上平移 OK 好 恢复上一栋 那这边的平移 你会看到不太一样 我现在用CordView 每一个角度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好 那如果我今天不是要平移 所以我要旋转 那我可以这样子 你可以看到它在转 再转 好 那如果恢复上一栋 如果正面的旋转 OK 或者是正面的旋转 或者是正面的旋转 OK 那我现在是在四个画面的 四个画面的是在这里 TargoCordView可以切换 TargoCordView 好 OK 那另外呢 我要让它变形 就是某个轴线的放大或缩小 那我可以用这个 像这样猴子头就变得很厚 OK 那我不希望它这么厚 这样猴子头就变得很扁 你可以看到这个 看起来就扁扁 那按CtrlZ可以恢复 好 那这个是一般的 一般的缩放 但是只沿着单一的轴线缩放 那待会我们会告诉各位一个快捷键 有三个快捷键 一个是G 一个是S 一个是R 然后它可以比较快速的做这几件事情 那各位先练习一下这个 好了 之后我们再来看快捷键